哈囉 大家好 我是Perset Saatcha 大家好 我是Tiffany 對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Tiffany 那今天呢 我想要分享的是 流行中文 嘿嘿嘿 現在年輕人有很多的那個用詞 然後會讓我覺得很 匪夷所思 就是很 很有趣這樣子 那我平常得知這個 流行中文的方式呢 就是一 我有看那個 阿翰PO影片的 流行教職 對 我覺得他很吵耶 而且我很喜歡他的影片 就很好笑 然後他有一些 比較新穎的詞 他有看一些 網美 網美介紹東西的時候 他們可能都會用一些 比較有趣的詞 然後就會看到說 啊 這是流行的中文 這是我沒聽過的 那像是 第一個就是我 看阿翰PO影片 超級震撼我的一個中文 是那個 傻眼貓咪 對 大家有沒有覺得 欸 這不是很久了嗎 對 這個是我好像很久以前 看他軟月交的那個影片 學到的 然後我一開始聽到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 什麼是傻眼貓咪 我才很傻眼貓咪 哈哈 我記得好像 這是三個一組嗎 嗯 傻眼貓咪 五顏薯條 跟還有一個是什麼 忘記了 一起流行的 對 那我想問的是 這個是阿翰他創造出來的嗎 不是啊 因為我是第一次看他這個 才知道傻眼貓咪這個是 然後才看到很多人就是在用 所以我就以為是阿翰是教職 所以我不是 好像是一個廣告還是什麼 不是阿翰不是阿翰 欸 是什麼那個有人可以告訴我 我是很好奇 是到底誰生出來的 叫交殺獎 對 對 很好奇 然後還有最近看網美學到的一個詞 就是 圈粉 圈粉 我跟你講 圈粉那個字真的超久 欸 我真的不曉得 因為我是上個禮拜才知道這個新的中文 然後我覺得很好奇 我想是圈 對 因為就是 這邊是我的阿 然後把你圈進來的 欸 這個到底是誰發明 我真的沒想知道耶 這個由來大家知道嗎 這個有由來嗎 很久了耶 欸 這個什麼久 那你知道是什麼時候 應該三年了吧 欸 有三年了 有這麼久嗎 因為像是以前 在很久之前 我們會說圈地 就是社會課本 就是說 以前還沒有那個土地的概念 會說這邊是我的地 叫做圈地 有有有有 有有有 所以如果圈粉的話 就是圈粉 喔 説明一下 就是把你那為極用 對對對 對對對 這種意思 啊 なるほど 欸 面對 好 還有一個這個是比較久以前的 就是那個 藍獸香菇 藍獸香菇 我知道這個好像是從大陸來的 對嗎 那是一個男生 我有看過你們一篇 然後他就說 我藍獸 香菇 哈哈哈哈 這個意思是 藍獸香菇的意思嗎 對 這個的話 我可能就覺得 還比較可以理解 因為他還有那個諧音 對 但是剛剛講什麼貓咪 薯條油的美容 像是到底是什麼東西 跟貓咪薯條油的 應該是沒有關係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跟日文的流行語 有一點像 因為最近日本高中生們流行的 也是很多聽不懂 像 揚揚蜜桃 那這個真的很讓人 無法理解的 因為 揚揚蜜桃它的意思是 テンションが揚がてる 意味 就是氣氛很high的意思 那揚がる 就是上身嘛 所以這個我可以理解 那後面的Middle完全是沒有關係的東西 但只是日本人覺得說 加上去覺得比較好聽 或是有趣 變起來很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文的流行語 也給我這樣的感覺 對對對 那テンション還有知道什麼 你有聽說最近有一些 就是高中生才有用的嗎 就是 不曉得 很弱 反正就是我朋友 他看到一個YouTuber 介紹一個高中生的 高中流行語 中文 然後其中一個是什麼 可播 可播 播放的播 不好意思 我播我會想到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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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卡卡 是 是可悲的諧音 可播 聽起來比較可愛嗎 不知道欸 我完全沒有理解 可是即使得到的說明 還是就是完全不能理解 另外一個是 塑膠 塑膠是什麼 就是那個plastic 那個塑膠 塑膠這個 聽怎麼用 這個是有原理的 像他的例句 可能會是說 好例句 流行的例句 你塑膠我 欸 我 很confused 那你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 就是像別人說 你把我當成塑膠人 就是 塑膠人 我是有 真的人 你應該要跟我講話 可是你完全不理我 是不是以為 我是塑膠 我是沒有生命的東西 這樣 喔 被當作是那個 人偶 的感覺 可能 你要塑膠 無視された 喔 塑膠 無視是難以的 可是我覺得 他的這個邏輯 還蠻多層欸 一個蹭蹭蹭蹭的 對對對 就是說 是假人 你要把我當真人 所以是塑膠 然後等於無視 真的意思嗎 好難理解喔 聽說高中生都懂 真的嗎 這邊 不曉得觀眾有沒有高中生 或者是 台灣的大家 對 可以告訴我們 我真的很好奇 剛剛講的可波跟塑膠 是我完全沒有聽過的 我真的很 現在很震驚 我們現在要升上 那個年輕人的圈 對啊 我真的完全跟不上欸 而且我現在很受打擊 原來我上禮拜才 剛剛得知到的圈粉 是說三年前就有人 你超多久 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太弱文了 太弱文 太爆了 但是圈粉 沒有替代的用法 喔 這蠻獨一獨的意思 對 就是你要講圈粉的時候 你除了圈粉 那也不能講別的 就是 就是說我成為你的粉絲 這樣的意思嗎 我被圈粉 就我變粉絲了 這樣的意思 なるほど 好 我又用看 今天很開心謝謝Tiffany教我一些新的中文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新的中文流行語也歡迎告訴我 很好奇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然後也別忘了訂閱Tiffany的頻道 好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